2018年7月14号 我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晚点 凌晨3点才落地 一开手机就接到师兄的电话 他说赶紧来宝山医院 现在 我说怎么了呀 你先说明白 柳如烟 他说柳如烟出事了 我的耳朵嗡鸣起来 头痛欲裂 那天是我和柳如烟恋爱的三周年纪念日 如果飞机不晚点 我会在午夜时求婚 凌晨4点半 我在医院里见到他 蒙着白布 裸露的皮肤惨白 手握起来 冰冷 坚硬 完全不像如烟的手 但尸检报告上写的明白 柳如烟 下午6点10分 在清河路和文硕路的交叉口 死于车祸 是货车 司机疲劳驾驶 没减速就撞上去了 纪博达 师兄忽然狠狠抓住我的手 而我的手 眼看就要掀开那蒙在如烟脸上的白布了 我说松手 纪博达 最好别看 我哽咽着说松手 他不再拦我 我缓缓掀开了白布 他还是很漂亮 眉眼柔和 像每天早上赖床的时候一样 只是脖子上似乎有个伤口 而那伤口 在向下延伸 越来越深 越来越大 将他的整个身子完全摧毁了 我跪在地上 心像被刀子刺穿了 眼睛很痛 却没有眼泪 嘴里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纪念日是不是忘了 明天得给我补回来 我知道这是幻听 因为这是如烟给我发的微信内容 一声的 最后一条微信 我和他的所有故事 竟然 结束在这么不起眼的一句话上 忽然我喉咙一紧 呕出了大口大口的胃眼 疲劳驾驶 去你的疲劳驾驶 我在警局里喊着 要不是师兄一直在后面抱着我 我会砸了内的一切 纪先生 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但请你冷静 你理解你的心心 你让我见凶手 现在 不行 这是谋杀 你们瞎呀 纪先生 确实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他有预谋的杀人 所以这就是疲劳驾驶 你混蛋 你说什么 我说你混蛋 我正开了师兄的手 指着那警员的鼻子 你什么都知道 你跟我撒谎 你混蛋 突然那警员一步 抢上来擒住我的手 瞬间就将我按倒在地上 用膝盖顶紧了我的脖子 他挑衅着 你再说一遍 你混蛋 这句话之后 我听见了骨节咯咯的响声 再也没法喘息 我感受到自己的手 被反捡着靠在了一起 你辱骂公职人员 我现在 依法对你进行拘役 说完 他仍没有松开的意思 全身的力量 仍在我的脖子上 直到我晕死过去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冲动 至少在这个接骨眼上不应该 但我很清晰地看到 那警员在说出 疲劳驾驶几个字的时候 在笑 晕死之前 我愈发肯定了 这警员 乃至这整件事 都不干净 被拘留之后 我没有停止调查和上诉 可奇怪的是 当时所有的信息 全消失了 车祸的路口监控坏了 肇事车辆被报废损毁 直到四年后 我连肇事司机的姓名都找不到 一次喝酒 师兄跟我说 别再继续了 四年了 这四年你老了十岁 哥 这是有蹊跷 如烟他是被害死的 然后呢 你查得到真相 那就不查了吗 我问他 那就不查了吗 那就不查了吗 我拍着桌子 那就不查了吗 那天晚上 我回到家 看着家里的一切 都还和当年他生前一样 我愈发难受 想大哭一场 却又觉得 哭死在这 也不会有人安慰我了 忽然 一个手机铃声 在某个角落里响了起来 那不是我的手机铃声 但很熟悉 我没管他 可他却一直想 一直想 我有些烦躁 于是起身 翻找 最后在床底下的箱子里 找到了声源 是款iPhone7 那是我至少三年 没用过的旧手机 还有电 我将那手机捡起来 赫然发现 那来电显示的名字 居然是柳如烟 你好 我接起电话 哎 为什么不叫亲爱的 我愣住了 声音是如烟的 接起电话 叫亲爱的 这规矩也是如烟的 喂 亲爱的你说话呀 那边催促着 你是谁 哈哈你有病呀 我是你女神大人 他调皮的语气 绝不会出错 记博答 你等会帮我撒个谎 他仍自顾自说着 哎 你等一下呀 我接个电话 滴的一声 那电话挂断了 我缓了好一会 赶忙检查那手机 2%的电量 没有SEN卡 没有讯号 最近通话里 只有一条 柳如烟 我用那iPhone7拨回去 却发现因为没SEN卡 那手机根本没法不出电话 而用自己现在的手机 拨回如烟的号码 则和这四年以来一样 没人接听 他的手机卡 早已被我收纳起来 和他的许多遗物放在一起 忽然 你不是晚点了吗 如烟 你在哪 我在Detrick要业的酒会 我的女友柳如烟 是知名记者 2018年的7月14日 我和团队在上海开研讨会 正飞回深城 而他正参加我师兄任职的 要起的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结束 他作为记者 又受邀参加了发布会之后的酒会 离开酒会之后 18 40分 他出了那场车祸 这些信息 我一辈子不会忘 如烟 你那边 我是说 今天几月几号 电话里 我问了最重要的问题 今天恋爱纪念日 你大爷的你感望 哪年的 第三年的 所以是2018 你怎么了 飞机上喝酒了 如烟 我在2022 听见他所在的日期 我整个人都在颤抖 我想立刻和他说 我好想他 这四年 我生不如死 可我逼着自己冷静 因为我意识到 2018年的7月14日 正是他的死期 而这痛跨时空的电话 或许能救他 我的脑子还在混乱 而如烟又开口了 可这次 语气完全不一样了 哦你下飞机了 想我呀 我也想你啊 但是你师兄不放我走 他忽然抬高了声量 显然这句话 是说给另一个人听的 我立刻明白 刚才他说的 帮我撒一个谎 是什么意思 我师兄不放他走 我师兄在他身边 你让我师兄接电话 我说着 似乎已经明白了大概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接着 传来了我师兄的声音 为纪伯达 这么大的雷暴 飞机正点 是啊 让如烟先走嘛 恋爱纪念日 我要请他吃大餐 师兄沉默了一下 纪伯达 你的声音很憔悴啊 接着 那手机就被如烟抢了过去 好了 多谢亲爱的 我等会再和你说 你先别挂断 你别去青山路 哎呀 我有急事等会说哈 乖 你别去青山路和文朔路交界 会出车祸 我吼着 可他挂断了电话 我确信 他挂断时 我没说完最后那句话 我恨不得抽自己 没将这句话第一时间告诉他 而且 他似乎很着急 不知道会不会在意我的提醒 之后的十几分钟 我没法再联系到如烟 那十几分钟 难熬至极 天空阴云密布 雨是滂沱 云层之后 雷暴蓄势待发 我不断盯着时间 十八点二十九分 十八点三十分 十八点三十一分 如果那个时空 时间和这里是同步的 那么很快 如烟会死于 等等 不经意间 我忽然瞄到了桌上的一张纸 那是和救手机放在一起的 如烟的试检报告 被我一并翻了出来 窗外一道闪电 将整个室内照亮 我清晰地看到 那张试检报告上的字 缓缓变化 原本死于车祸的字样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十九点十分 遭遇匪徒袭击 重伤 流血过度而死 如烟的死亡原因变了 我叫柳如烟 是名调查记者 2018年5月 我查到Dedric 药液某一批次的 新生二乙肝疫苗不合规 具有极高的心脏毒性 造成了过高比例的 接种不良反应 以及死亡超过200起 而这批疫苗 仍在生产 运输 接种 这件事 在我之前 很多人都知道 但没人报道 黑幕 碰都别碰 可是啊 我眼里不容沙子 恶心的是 无分大小 我看见了 就忍不了 2018年7月14日 Dedric药液慢病新药的新闻发布会 药液的市场总监高磊 也是我男友的同门师兄 非要让我参加 我知道 Dedric药液已经知道我在查什么了 想和我套进火 会上 我没有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 不是我给面子 是因为我在等一份报告 中医药大学 孙教授团队的权威药品检测报告 报告会证明 那一秒 在杀人 在杀新生儿 可那报告 迟迟不到 发布会之后的酒会上 我忍不住了 想要直接去孙教授的实验室 但高磊和他手底下的一群医药代表 个个端着酒杯 要找我聊家常 没办法 我打电话给男友纪伯达要了一个掩护 亲爱的 你等会帮我撒个谎 正在这时 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孙教授 哎 你等一下呀 我接个电话 我挂断纪伯达的电话 接通了孙教授的 刘女士 你调查的没错 Datrit要业在摩采害命 孙教授您在马 我立刻过去 快点 这件事太大 别告诉任何人 我又给纪伯达打了一个电话 借着他的理由逃离了那场酒会 借着立即去车前往了孙教授的住所 那天的雨很大很大 雷声阵阵 连绵不断 车子上了青山路 忽然一道闪电 将我近旁的一棵树直接屁断 我突然有一阵不好的预感 这才想起挂断男友电话的时候 似乎听见他大声跟我说 青山路和文硕路怎样怎样 可当时 手机已经远离了耳朵 我根本没法听清 青山路 文硕路 车子仍然向前开着 一个十字路口 绿灯已经开始闪烁 我赶时间 立即踩了一脚油门 却忽然看见路牌上写着 文硕路 这里是青山路 文硕路的交界口 交界口 车祸 我猛然想起了那通电话的最后几个音 本能地猛踩了刹车 就在此时 一辆巨大的货车从我车前呼啸而过 静得直接刮碎了车子的保险杠 在车头擦出了火星 那货车在不远处停下 司机探出头来 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没有歉意和惶恐 反而满是凶恶 那货车开走后 我平复了心情 这才想起老公的那通电话 他难道 知道我会有车祸 但我来不及细想 时间紧急 重新踩了油门 奔向孙教授的别墅 到他家门口时 雷雨更大了 按门铃 门开 孙教授邀我坐到大厅 为了沏了杯茶 有记者 你在这等会 我去楼下把详尽报告拷贝出来给你 报告还没准备好吗 我有些莫名其妙 电话里 他明明很着急 实验室在境外 传说有点麻烦 他带着倩意笑了笑 缓步走向地下室 我喝了口茶 终于不再焦急 此时才想起给纪伯达再打一通电话 可电话刚接通 他就急切地问我 没事了对不对 你躲过车祸了是不是 我被问得愣在那 说话呀如烟 你躲过车祸了 你怎么知道的 纪伯达 你怎么知道会有车祸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如烟 你先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 在做什么 他的声音仍然焦急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有人要杀你 如烟 有人要杀你 我顿了一顿 本能的想 不该将他扯到这事情 哈哈哈哈 怎么会 我强颜欢笑 柳如烟 别再瞒我 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重 亲爱的 你叫人家全名了 别装了 他打断我 这几年 乖巧你用你演得很好 但我一直知道 在外面 你做事很疯 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柳如烟 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 你听好 你会在19点10分左右 死于匪徒的袭击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这是你试检报告上写的 纪伯达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 你会死 很快就会死 因为这通电话穿越了时空 他语速极快 但每个字都很认真 你在2018年 但你在跟2022年的我交流 明白了吗 我在未来 我的这个时空 到这里 他忽然停了好一会 纪伯达 你说 我在听 在我这个时空 你已经死了整整四年了 沉默 求求你 他在开口时 已经哽咽 如烟 求求你 相信我 我看了眼手机 发现刚刚过了19点 窗外 雨时滂沱 雷声欲发猛烈 我将所有的事 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忽然 心里涌起一阵恶寒 我用手罩住了嘴巴和听头 用极小的声音说 纪伯达 这么说我已经在陷阱里了 说着 我巧声走到了地下室的楼梯口 蹲下去 试着透过楼梯与地下室 天花板的一丝夹角 窥探孙教授的行迹 可通过那缝隙 正看见一个穿黑色羽衣的男人 站在孙教授的身后 他一手捂着孙教授的嘴 另一只手 拿着刀子 已经捅进了孙教授的后腰 孙教授挣扎着 而所有想动 都被窗外汹涌的雷雨声掩盖了 我紧咬住牙齿 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来 纪伯达没骗我 我会死在这 我真的会死在这 我起身 离开那楼梯 无声的大口喘息着 眼睛已经不自主地流出眼泪 被我迅速抬手擦干净 我知道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纪伯达 我轻声换着 同时一小步一小步地退回到厅里 用尽全力让自己冷静 让自己别颤抖得太凶 纪伯达 孙教授被杀了 知道了 他叹气 所以 你已经在那个孙教授的家里了 是 你在什么位置 大厅 凶手在什么位置 地下室 很好 你在那里相对安全 什么 根据报告 你是死在别墅的小区 是户外 他的声音很镇定 让人心安 所以 虽然荒谬 但我认为你始终待在别墅里 更容易活下去 你是说 我不逃 相信我不逃 我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也冷静了一大半 你说吧 我该怎么做 忽然 整个屋子的灯 全部熄灭了 那人 关了电闸 小妞 你在哪呢 尖锐的喊声 从地下室传来 你现在跑到门口 打开一楼的大门 然后脱掉鞋子 门一打开 风雨声大了数倍 我赤脚的脚步声 立刻引去了 我意识到 这样做会让那凶手以为 我已经逃出了别墅 然后折返 用最快的速度上 到二楼主握 到了告诉我 我脚下不停 立即折返 可刚踏上楼梯 那黑衣歹徒 已经从地下室的楼梯 走了上来 我立即蜷缩在墙角 不敢动弹 而他走上大厅的地面 第一时间望向了别墅大门 将我放在了视野盲区里 他就这样 站在那 那个瞬间 我离他的后背不足两米 我捂住嘴 将手机的屏幕死死扣在衣服上 不敢泄露一丝光 偷偷将手机的声音调到底 而他持着刀 左右扫尸了一下 那一刻 我很清楚地知道 他的余光已经扫到我了 只是这别墅太暗 而我藏的地方 几乎是纯黑的 无比漫长的三两秒钟之后 他终于快步走向大门 冲进了雨里 而我不敢停留 立即跑上二楼左侧的主卧里 记博答 我到了 说完 我呼出一口气 这才发现身上已经全是汗水 好 你现在去床头柜 里面有药箱 药箱第二层 有几个未开封的20毫升注射器 找到了 我照他说的 将那注射器拿在手里 有很多安培瓶 抽哪一个 抽20毫升空气 我愣了一下说 好 然后 你打开主卧浴室的喷头 那歹徒重新找回别墅 会明白你是在故意引导他搜查这间卧室 所以他的注意力八成会在二楼的另一个房间 而你 我应该再上几节楼梯 隐藏在扶手边 等他走到二楼平台 直接刺入他的颈动脉 注射针管内所有的空气 如烟自始至终 没问过我为什么知道孙教授家的样子 没问我这个计划有没有把握 这可能是三年来的默契 实际上 在如烟打来第二通电话之前 我早已根据试检报告到了孙教授的家 2022年 这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样 估计因为死过人 一直空着 我踹碎了玻璃闯了进去 将里面走了个遍 电视柜上的摆件 酒柜上的瓶子 最靠谱的是锄刀 但是以锄刀的锋利程度和如烟的力量 根本没法刺出有效的伤头 然后我发现了注射器 二楼主卧的床头柜里 有未开封的20毫升注射器 以及一些应急药物 显然是独居的孙教授 为了防备心梗一类的突发疾病 设下的防备措施 而这注射器比刀子好用多了 相对刀刃 针头更易刺入皮肤 针管长度不过一掌宽 便于迅速推药 而想要用这东西杀人 不需要什么药物 在人体内注入空气就行 如果如烟能刺中颈动脉 几十毫升的空气就能致命 哪怕偏一些 空气栓色也足以引起剧痛 导致那凶手失去行动力 可如烟打开二楼的淋浴喷头之后 我在时空的这一侧 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不见得确实有风险更低的 只是不够有效 不能让他逃吗 能 但出了别墅位置更多 那如果他死在这 怎么办 如果他死在这 死在我的计划里 我自杀陪他 反正这四年没他的日子 远不如死了舒坦 纪伯答 我听见如烟在电话那一头 轻声唤我 别说话了 他快来了 就说一句 等会没机会说了 他竟然又恢复了那调皮的语气 那快说 亲爱的 我好喜欢你啊 嘘 他忽然要我近声 之后便安静了下去 几秒钟后 我听见了皮鞋顿重的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近 隐隐的 我听见如烟手指握紧针管的微响 忽然一声炸雷 竟然同时从窗外和手机里传来 雷声滚滚 绵延了数秒 继而 窗外 手机里都安静了下去 可是楼梯的扶手上 隐隐出现了几道裂痕 那是搏斗的痕迹 半晌 我颤抖着开口问 如烟 你没事吧 而手机里 传来了一阵笑声 阴雾 诡异 他不在 这里 只有我 柳如烟这边 那凶手的脚步越来越近 可我发现 自己已经不会再颤抖了 我知道纪伯达的这个计划 有极大的风险 可是 做调查记者这些年 有风险的事 我做的太多了 那凶手很慢 脚步沉稳 似乎在发觉 我没有逃出别墅之后 更加谨慎了 我在脑子里迅速复盘所有计划 一遍遍预演自己的偷袭 不一会 我听见他的脚步 已经上了二楼的平台 他没有着急行动 在那里站了更久 忽然一到闪电 将整个房内照亮 他的背影被映照在远处的墙上 那影子大幅度的晃动 他在用匕首刺向楼梯的扶手后的藏身处 那歹徒重新找回别墅 他知道你是在故意引导他搜查这间卧室 所以 他的注意力八成会在二楼的另一个房间 我应该再上几节楼梯 隐藏在扶手边 等他走到二楼平台 刺入他的颈动脉 注射针管内所有的空气 等等 怎么 不能藏在扶手边 为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弱女子 藏在这里没问题 我是 可是刚才 你用开别墅门的方式 耍了那凶手一次了 他眼里 你不再是一个弱女子 而是一个有谋划能力的对手 老公 你想说什么 不能躲在这里 要把思维反过来 躲在浴室 最危险的地方 你让我躲在浴室 风险很大 是啊 但我喜欢 他沉默了下去 这种时刻 安慰变得很多余 但我还是开了口 纪伯达 别说话了 他快来了 就说一句 等会没机会说了 那快说 亲爱的 我好喜欢你啊 他顿了一顿 我也是 纪伯达预料的没错 那凶手这一次 率先刺向了 楼梯扶手后的藏身处 那是离他最近的掩体 然后 他跟着喷头的声音 走进了卧室 如烟 你没事吧 电话里传来 纪伯达的声音 而此时电话 被我放在了主卧床上 那凶手拿起了电话 回复说 他不在 这里 只有我 他中计了 这电话 是用来拖延时间的 而我此时躲在浴室里 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花洒喷着水箱里 本能的躲闪 终于滑到 右臂撞在马桶的岩上 发出实在的闷响 一定很痛 但他竟仍然紧紧抓着匕首 那也没办法 那也不能放过这唯一的事迹 我猛地扑向他 骑在他的腰上 只有这样 我才能确保他没法躲开我的针头 皮肉被刺破的声音很轻微 但我听见了 一瞬间 他没撞到的那只左手 抓住了我的手腕 但我针管里的空气 已经刺入了他右侧的脖子 20毫升 颈动脉 他愣愣地看着我 眼神阴森 可等我缓缓起身 他已经无法动弹 我注射的空气不多 只会让你暂时性瘫痪 呼吸循环受阻 头痛 但是你会活下去 我从他颤抖着的手里 抢走了刀子 起身离开了浴室 你等警察吧 对不起 是他们逼我 把你引过来的 但报告还在 我跑到地下室的时候 孙教授仍有气息 只是失血过多 眼看难以支撑了 说完最后一句话 他缓缓抬手 指向天花板 我拿到药剪数据了 打给季伯达时 我很兴奋 季伯达 有了这些 戴水皮药也一定会抖 季伯达 可那边沉默着 说话呀 你的尸检报告变了 没事啊 我们配合 什么都躲得过 我是说 这整张纸都变了 他似乎 在强撑着不让声音颤抖着 现在他成了一张 失踪人口证明 有警局的公章 如烟 如果是失踪 就没有具体的死亡时间了 虽然早有准备 但听到他的话时 心里还是涌上了 一股庞大的压抑 嗯 没关系 季伯达 还不一定呢 我这不是还没死吗 你现在就去警局 让警察保护你 我已经报警了 他们在来的路上 不行 你主动去警局 越快越好 他着急的样子很可爱 我于是走出地下室 准备出门开车去往警局 可刚一出门却发现 远处 数辆黑色奔驰 驶入了小区正门 我心里清楚 那是Datrick药业的找牙 荒郊的别墅区 他们竟比警察120都要快 他们终于不再留守了 对了 纪伯达 你帮我查一下 在你的时空 Datrick药业倒了吗 没有 别急着回答我 你查一查吗 我一直在盯着Datrick的信息 如焉 他还在 是吗 而且市值比三年前高了两倍 也就是说 我手里的检测报告 根本没报道出去 如焉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现在你要尽快去警察局 纪伯达 我逃不掉了 Datrick出动了这样数量的人马 逃已经没了意义 毕竟我手里的只是一通 来自蔚来的电话 不是手枪 我坐在了别墅客厅的沙发上 静静等着 什么叫逃不掉了 你什么意思 纪伯达追问着 纪伯达 我们聊慧天吧 最后 聊慧天 他沉默了许久 好 2022年 是什么样子啊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 国际上好乱啊 但咱们挺稳的 尤其 哎呀我不要听那些 我要听你发生的事 我没发生什么呀 你结婚了没 嗨 没 那你肯定谈新女朋友了 怎么样 有没有比我漂亮 什么跟什么呀 说嘛 我们谁漂亮 我没有新女朋友 四年了 一个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干嘛 忘不掉我呀 对啊 如烟 那我在 是不是后悔当年和我表白 啊 后悔和我表白 我和你表白 是那天 你一早醒来就管我叫亲爱的 你少来 前一天晚上凌晨五点你表白的 你做梦梦见的吧 你不承认 你后悔了 什么不承认 压根没有的事 你就是后悔了 是不是 后悔什么呀 后悔和我在一起了 后悔跟我这种人在一起 说没就没了 不会后悔的 不信 切 你爱信不信 那些车子 已经一辆辆 行驶到了别墅的正门口 我知道 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纪伯达 其实我挺想和你过一辈子的 我也想 虽然不喜欢孩子 但如果和你的话 生一个也不是不行 不生也行啊 生啊 多好玩啊 我连名字都想好了 车子全部停稳后 下来很多穿黑色西服的高壮男人 鱼里 他们的队列黑压压的 可笑吗 白衣市值的企业 找了十几个一米九的大手 却只为了 对付我 这样吧 男的就叫子轩 女的就叫子轩 如烟 就你这个名字 全国得有好几万个宠明 纪伯达你再说一遍 但我觉得好 嗯 我觉得特别好 特有内涵 我被他逗笑了 不跟你平了 拜拜 他们来了 是 如烟 我 纪伯达 我打断他 好喜欢你啊 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删了关于他的所有记录 别墅大门的锁口 发出尺轴扭转的声音 那些人迅速于挂而入 挡住了仅有光亮 像一群索命的鬼 在如烟挂断电话的那一刻 忽然 四周的景色全变了 墙皮开始一块块的褪色 脱落 所有的家具开始化为灰烬 扩散 屏空消失在原处 十几秒之后 整个别墅的室内 变得满是焦土 破败不堪 继而 这别墅的承重墙也开始碎裂 瓦解 天花板落下巨大的石块 我迅速逃出了门 紧接着便听见身后巨大的轰隆声 那别墅变成了一片废墟 我愣在原地 很快明白 这是Datrick公司做的 在新的时间线 新的时间线 他们杀了孙教授 并毁了整个别墅 销毁了一切证据 而如烟 我再一次失去了柳如烟 我呆立两酒 雨水落在我的身上 却已不觉得寒冷 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想要回想如烟的样子 却悲哀的发现 我已经四年没见过他了 这通电话像一场梦 毕场给了我希望的梦 却恶狠狠的让我 重新一次失去他 干嘛要做这场梦呢 警笛声 有远即近 将我的思绪打断了 两辆警车停在我身前 接着 几个警察迅速下车 扑上来 在我没做出反应之前 将我按倒 反捡了双手 戴上了手铐 最后下车的人我认识 是当年在警局 做过我的警察 此时 他有了更高的官职 正打着伞 抽着烟 在远处戏谑的看着我 纪博达 四年前 我还真没怀疑你 他露出凶狠的表情 还真是你杀了柳如烟 我被嫁祸了 更可怕的是 我和如烟的通话 改变了时间线 而关于新的时间线 我没有任何记忆 直到警方拿过我的卷宗 我才发觉 自己已经成了 Dedrick公司的一员 入职时间 2018年6月 柳如烟死去的两个月前 我成了仇家的一员 这记录显然是伪造的 可是 伪造的记录存留了四年 自然就会变成真的 那警员扔了几张照片给我 如烟躺在浴缸里 沉睡着 像以前每次看剧 看到睡着时一样 可他周身裸着 遍布害人的伤痕 手腕上的伤口深可见不 血染红了整池水 三年前 柳如烟记者失踪 你来警局 我说我们立案了 但是没留下什么痕迹 很难查 当时你在警局骂我 还记得吗 那刑警叼着烟 指了指自己的左脸颊 还打了我一拳 我记得被你躲开了 没 你动作很快 如烟不是我杀的 纪博达 你真恶心 他将那烟直接弹在我脸上 当年你报案 表现得那么痴情 一边骂我一边掉眼泪 闹警局 当年队里所有的女警 都他妈跟我求情 说别追究你吸警的刑事责任 现在我明白了 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故意卖给我们的破绽 我再说一遍 如烟不是我杀的 你这破绽好啊 没有罪犯敢吸警 没有罪犯敢像你一样嚣张 于是我们所有人 都预设你是无辜的 带队搜你家的时候 没人认真 都在走过场 现在我明白了 你正是靠着这个破绽 满天过海 现在四年了 所有证据 以及柳如烟的尸骨 早被你销毁的一干二净 我猩猩你的猩猩啊 你聋了 如烟不是我杀的 那是谁杀的 他猛拍了桌子 说呀 他凶狠的吼着 而我陡然发觉 自己除了苍白的否定 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条时间线 关于柳如烟死后的四年 我没有记忆 你真觉得 我们什么都没查到 就去抓你了是吗 那警察笑着 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不说 我帮你说 2018年3月 Datrick公司的疫苗事件 据传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婴儿 因此夭折 但当时新闻被压得死死的 Datrick公司 美国企业 百亿市值 没人敢碰 除了你的女友柳如烟 于是 2018年5月 他开始调查Datrick公司 他当时25岁 做事很疯 不懂得隐藏 很快 Datrick公司的上层都知道了 可奇怪的是 Datrick公司没动柳如烟 却在6月份 邀请了你作为他们公司 慢病新药的高级研究顾问 当时你才29岁 根本没资格做高级顾问 为什么找你 一个月之后 7月14日 柳如烟失踪了 当然 其实不是失踪 是一场谋杀 2018年7月15号 凌晨3点 你下了飞机 一共杀了两个人 医药大学的孙教授 你的女友柳如烟 其中 你对柳如烟进行过长时间的殴打 并在最后 将其割腕并放在浴缸里 浴缸的水温 会影响法医的尸般检测 你试图一次伪装成一个自杀现场 但你很快意识到 自己的公寓 并做得极其漂亮 让警察没法查到任何线索 接下来 2018年7月16日 我们见面了 你演了一出袭警的戏码 用另一次违法 遮盖了你的滔天罪行 四年了 纪伯达 这案子在我心上压了四年 终于让我在你扔掉的救应盘里 找到了这张照片 新建日期 2018年7月15 纪伯达 什么人会把一张尸体的照片 藏在电脑里四年 整整四年 他凑近我 眼睛几乎成了红色 似乎想要一口吃了我 只有凶手 这是警方刑侦的不二手段 用证据演绎出犯罪事实 同时 给予嫌犯最大的压迫 他做得很漂亮 所有的证据 全被合理应用 时间精确 动机明朗 而且 情绪到位 可是 周夜周警官 我有破绽吗 他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我笑起来 因为我从他的审讯表现里 发现了一件很有利自己的事情 他不是Datrick的人 绝不是 周警官 这四年 我也一直在追查柳如烟的死 为此 看了很多刑侦方面的书 是吗 所以我的推理怎么样 很精彩 但你我都知道 这些推理不过是个诱导 何以见得 他起身 心点了一根烟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周警官 你很清楚 那些证据的真实性存疑 照片 我的入职记录 都是你近期才找到的 你用这种证据去拼凑的故事 没法直接破案的 只能用来 诱导我露出破绽而已 诱导你 他倾笑 我何必呢 因为我确实有嫌疑 而你想要相信我 就必须证明 我在你的审讯压迫下 毫无破绽 他抽着烟 不再说话 周警官 你也想扳倒待着吧 沉默 许久的沉默 然后 我看见他回身 关了一直对着我的DV机 拿起椅子 斜着抵住门 将一背 卡在了门把手处 这是警队里的很常见的动作 堵门 然后便是揍嫌犯 果然 门被卡住之后 走廊响起了急粗的脚步声 接着 是剧烈的敲门 他们喊着周也的名字 警告他不能动粗 可他没理睬 静止走向我 按住我的脑袋 猛的砸在审讯桌上 砰的一声 我的眼前一阵炫孕 纪博达 你把我当傻子啊 周警官吼叫着 砰 我的头再次撞在审讯桌上 这次更精准 我的鼻梁瞬间传来剧痛 接着 那痛感蔓延到整个脑子 我本能的仰着头 血液从鼻子里大鼓大鼓的流出 疼得没法说话 甚至没法呼吸 而周警官走到我身侧 大手一把抓住我的脸 手掌扣着我的鼻子 猛的向下用力 这次 碰感像针 数百根针 我惨叫起来 手背手铐固定在桌子上 根本没法还手 持续了十几秒 他终于停下来 我大口喘着气 看着血液染透了整个前胸 他大声警告着 记不打你赶紧坦白 不然 打人这种事 我喜欢的不得了 说着 他又拽住了我的头发 眼看就要向桌子撞去 我说 我吼着 我说 我都说 说什么 你应该说什么 他高声质问着 说藏尸地 柳如烟的藏尸地 2022年7月15日的凌晨一点钟 我被押往深沉的近郊 警车在荒林外停下 周也和两个辅警一同压着我 进入荒林 找了一片空地 就这儿 就是这儿 周也说完 两个辅警便在凌晨一点半钟 拿着两根铁锹 开始挖地 可是半个小时后 只是造出了数个半米深的土坑 什么都没挖到 你到底却不确定啊 绝不会错 哥俩半条命都没了 尸体在哪呢呀 那两个辅警已经累得直不起腰 而周也在身旁 用手肘安安碰了下我 接着往前走了两步 将后背留给了我 你们俩这就不行了 平时练不练体能啊 我知道 他在提示我 现在逃跑 确定想好了吗 这样 你会成为逃犯 这是周也在审讯室里 给我的警告 想好了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周警官 你也想扳倒Dedrip吧 审讯室里 我问出这句话后 周也足足沉默了十几秒 接着 他用自己的身体 挡在DV镜头前 用极轻微的声音问我 凭什么信你 凭什么信你 他重复着他的问题 我指了纸桌上的照片 柳如烟 我巧声回答他 我有柳如烟的 所有调查数据 调查数据 对 给警方 给我 不在我手上 在Dedrip手上 Dedrip没销毁 他们都不知道 自己有那份数据 所以我要去夺回来 反正你们不敢动Dedrip 你敢 我敢 为什么 因为我没想活 他沉吟良久 演场戏吧 季先生 我关了视频记录 在隐蔽监控下面演场戏 他回身按了DV 拿椅子卡住了门把手 可能会有点疼 他的声音 第一次变得柔和 我说 死都不怕 确定想好了吗 这样 你会成为逃犯 想好了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搬到Dedrip唯一机会 未如烟复仇的唯一机会 荒林的空地上 我猛地转身 不顾一切的狂奔 跑出十几步 才听见周也在身后叫嚷 我去追 我没向后看 我知道 周也不会尽力追赶 而另两个辅警 又被他耗尽了体力 这片空地离警车不过300米 这个距离之内 那两个辅警没理由能追上我 我冲到警车边 坐进了驾驶座 扭动留在锁孔里的钥匙 发动汽车 一个辅警握住门把手的同时 我顺利启动了车子 扬长而去 时尚大路后 我在后排的垫子上 找到了周也留下的钥匙 拆了手铐 将油门踩到了120 驶向太子路 那里有一间夜店 是高磊每晚必会 流连到清晨的地方 对我进行如此完整的嫁活 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就是我的师兄 十年老友 高磊 找到高磊的时候 他正在夜店的厕所隔间里 和另一个年轻女郎撕毁 拖一件 一只爱马仕 怎么样 隔着门板 我听见了他的声音 一整晚的怒呼 再也没法遏制 我踹开门板 指着那少女 说滚 兄弟 你怎么来了 高磊提着裤子 脚还没写 我关上门 锁紧 在一旁的纸盒里 抽了至少一米长的卫生纸 卷在手里 张嘴 我说 兄弟 到底怎么了 我没了最后一丝耐心 抬手捏住他的两厕 将内卷侧纸猛塞进了他的嘴巴 接着从后腰抽出紧用的刀子 插进了他的大腿 他发出闷叫 双手胡乱挣扎着 别动 别动 我提醒着 他不听 仍然挣扎 我愈发烦躁 于是拔出刀子 向着同一道伤口 重新刺了下去 再拔出 再刺下去 我帮他擦了下泪水 看着我 看着我 接下来我问你 你点头或者摇头 明白吗 他猛地点头 骗我就不止这条腿了 明白吗 他愣了一下 再次点头 好 先问个简单的 我的硬盘是你动的手脚 他盯着我 眼泪更凶了 头却不敢动 别害怕师兄 这是最简单的一题 他的头仍然不动他 于是我手里的刀刃 在他的腿上 逆时针扭动了45度 我的硬盘 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回答我 他抽出了好一会 终于点了点头 很好 师兄 很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柳如烟 是不是你杀的 柳如烟视角 求求你了 说吧 那数据在哪 浇醒我的水 放了很多盐 身上的每一处伤 都在那水的刺激下 重新灼烧 我把牙齿咬得和身上一样痛 仍然没法忍住尖叫 当然 也没法回答高雷的话 柳如烟 他捧起我的脸 我在帮你 你懂吗 我被他们重新带回了 Datcher的大厦 只是这次 不是一片祥和的酒会 而是顶楼的私人实验室 在这种地方 他们能做任何事 柳如烟 告诉我那数据在哪 我去求总裁 让你活着 我不想对不起纪伯达 高雷 你想说什么 你快说 现在几点了呀 三点钟了 如烟 你已经硬抗了六个小时 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三点了呀 那纪伯达应该下飞机了 他还说今天有惊喜给我呢 你猜会是什么 高雷的表情变了 似乎终于不耐烦了 他起身 向后退了几步 对身后的几个黑衣男人 摆了下手 那几个人走上来 换了花样 是几把电棍 由小臂长短 顶端的电壶不断跳跃 发出剧烈的琵琶响声 如烟 我只是替人做事 说完 高雷背过身子 终于 那电壶在我身上炸开了 痛得 像是好几道铁棍 贯穿我的身子 我不知道他们按了多久的按钮 只感觉 每一秒 都像一年那样长 很久很久之后 仅有的一小块清晰视野里 我看见高雷摆了摆手 那电机停了下来 可我浑身的肌肉 仍在不自主地抽动 叫声完全哑了 很难听 好一会 才终于软倒 看着自己的眼泪 和血一滴滴跌落 现在的我一定愁死了 不过还好 纪博达只会记得 我很美的样子 如烟 你撑不住的 说吧 那些数据在哪 我抽气着 没力气说话 他是对的 我守不了多长时间了 高雷等了一会 不耐烦了 再次挥手 那些黑衣人又一次逼近 电棍发出刺眼的光 停手 忽然那实验室的门开了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怎么能 这样对待刘小姐呢 柳如烟记者 我们终于见面了 Dedrick的总裁柳世成 将一件西服披在我身上 出了疫苗 关于Dedrick 你还在调查什么 你隶属的山南周刊 还有多少人在调查这件事 还有 那份数据到底在哪 他搬了张椅子 坐在了我对面 柳如烟记者 你放心 如果你合作 我可以支付巨额的封口费用 并且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还有你的家人 吹牛呢吧 我忍着身上的剧痛 挤出了一个笑容 Dedrick不是你的公司 是美国公司 所有的决策 包括制备低劣疫苗 暗杀孙教授 都是你美国主子受益的 如果这件事你处理不好 赔了美国股民的钱 很可能会被你的主子 调去南亚或者非洲 你保证我的安全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却瞬间牵动了身上的伤口 柳世成先生 你拿什么保证啊 他靠回了一背 双手插在胸前 随着喘息起伏着 柳如烟 我说我能保证 你和家人的安全 你不信 他拿出了手机 放在腿上 那如果我说 我能杀了你和你的家人呢 此时 他的手机响了 他接通 点了公放 柳总 我们随时可以做事 你们到哪了 宁航市西江区 学富路43号 警福院小区 6号楼二单元1004 到柳小姐的老家了呀 你敢动我父母 我吼着 柳世成没理我 对着电话又问 你们准备怎么做呀 我们刚刚切断了 这栋楼里的监控 之后会撬锁进门 切开天然气软管 五分钟之内 可以完成一切 柳世成满眼得意 等我的命令吧 他挂断电话 柳如烟记者 现在可以说了吗 我浑身都在抖着 缓了很久 可以可以说 太好了 但是要这么多人在场吗 柳世成抬手 让高磊和一众手下 离开了实验室 我用眼睛扫了下 捆在身上的绳子 你就这样和我谈合作吗 他微笑 起身 将我身上的绳子解开 我缓缓开口 你们Dedrit公司 哪只是疫苗一件事 婴儿护肤品 含有糖皮质激素 保健品添加 降压药成分 肾病药物干毒性过高 你们的事情 还很多 既博达视角 高磊拼命晃动着脑袋 嘴里发出乌液声 我明白 你没杀如烟 但你不是没动手 他的动作停了下来 高磊 他死的时候你在现场 是吗 他缓缓点了点头 他没死在孙教授的别墅 他点头 他死在了你的公司里 他点头 而他的死 孙教授的死 自然都是你老板的命令 他点头 是你的老板命令 你将如烟带回公司 亲自逼问 他点头 所以如烟 是他亲手杀的吗 他愣了一会 点了点头 我闭上眼睛 得到这种答案 宛如看见如烟死在自己面前 我猛地拔出高磊腿上的刀子 抵在他的喉咙上 接着拔出了他嘴里的侧纸 是你老板 杀得柳如烟 不然呢 高磊哭喊着 除了他这种美极的 你以为我们真敢杀人 他在哪 高磊盯着我 你都不过他的 兄弟 少他妈叫我兄弟 你老板 Datrick老总在哪 忽然 我身后的门板被再次踹开 找我 接着 我的后脑受了重重的一击 像是能将头骨震碎 我倒在地面上 恍惚间看见一个中年人 蹲在我面前 把玩着我的刀子 看不出来 出手挺狠的 柳诗诚 我问道 纪伯达纪博士 我监视你四年了 你怎么才想起来找我呀 Datrick大厦的顶楼 一间小型的实验室里 他们将我绑在了一只椅子上 柳诗诚告诉我 是啊 柳如烟是我杀的 但杀之前 我们玩了他六个小时 他将一个iPad夹在我身前 点开了一个视频 将亮度和声音都开到了最大 那是柳如烟被逼供的录像 惨叫 哭喊 电流炸裂的声响 即使闭上眼睛也躲不掉 我风一般的挣扎 绳子在身上刮出血痕 我想要咒骂 可他们早已捂住了我的嘴 那视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而我的愤怒 让我几乎理解 然后柳诗诚拿了一只羊脚锤 纪博士 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 但这正是我想要的 你很快会发现 无论自己多愤怒 都没法对抗我们 我不急着问你 但我会摧毁你的所有意志 等你绝望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我 数据在哪 他叫手下按住我的手 然后对准手臂 高高扬起手臂 骨头碎裂 肌肉瓦解 血液被那锤头带起来 羊在半空中在落下 干脆 利落 毫不迟疑 我知道如烟 为什么要做那件事 我知道他为什么命都不要 也要揪着Datrick不放了 这群人是恶魔 柳如烟这边 你们Datrick公司 哪只是疫苗一件事 因而护肤品含有糖皮质激素 保健品添加降压药成分 肾病药物干毒性过高 你们的事情还很多 很好 我要的就是这些调查 我可以提供费用 但你们要闭嘴 我当然可以闭嘴 但我只查了疫苗 我说的是其他人的调查 谁在调查 那我们不清楚 我们这行竞争激烈 他们在调查的事都很保密 那你刚才说的 倒听途说呗 不过看你的样子 这些事都是真的 柳如烟 你耍我 我没耍你啊 我确实知道不少事情 但咱们要慢慢谈啊 你知道什么 全都告诉我 我知道很多呀 就比如你 我 你的出身 你的过去 你的内心 柳如烟 你查过我 你是香港生人 父亲早逝 母亲惊人介绍 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90年代 所有人都以为美国是天堂 但你到了才知道 那美国人不过是个蓝领 你住的地方和黑人社区一接之狗 你要受白人欺负 也要受黑人欺负 晚上还时不时遭到你欺负的家暴 柳如烟 你不该说这些 但你很聪明 考上好大学 全额奖学金 后来进了Datrick要业 回到中国做了华南区的老大 一下子成了人上人了 柳如烟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调查记者 也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女人 但如果你还不闭嘴 你本来想赚够钱 把你的母亲接回来 在深城你买了两套别墅 可一切就绪 你的母亲却在纽约 自杀了 她愣了一下 忽然掐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直接提了起来 按到了身后的实验桌上 柳如烟 你敢羞辱我 她大吼着 终于发怒了 时机刚好 我一把抓住了那实验桌上的酒精灯 砸碎在她头上 她被酒精刺激了眼睛 抬手去擦 趁这一次空荡 我抓起那酒精灯的一块残片 直接刺向了柳世成的脖子 可她反应气快 脖子堪堪被划出了一丝血迹 便立即按住了我的手腕 扭转了180度 手腕断折的瞬间 那锐利的残片已经被她夺在手里 她利落的一仰手 划破了我的脖子 锐痛 逆闪即逝 我感受到暖流汹涌的从颈部喷出 转瞬带走了我的全部力气 柳世成看见我脖梗的鲜血 柳世成吓得退后了两步 你就是想要死 她颤抖着说 是 我就是想死 柳世成发迹之后 学过多年的防身术 而我在激怒她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利用她本能的反制 结束自己 当然如果她的防身术太差 我也会找出新的空荡自杀 只不过很难下手 我就是想死 死在这 才能让Detrick的人安心 才能让我的家人 以及纪伯达 真的免于麻烦 并且 这是我带出那份数据的 唯一办法 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 柳世成喊着 柳如烟你不能死 你告诉我 柳世成跪在我身旁 不断吼着 可我听不清了 视野四周涌起黑色的潮水 慢慢向中央逼近 困意愈发猛烈 最后 我陷入唇黑之中 脑海里只剩下一些遥远的声响 等我回来 给你个特大的惊喜 那是前几天她飞去研讨会之前 跟我道别时候的承诺 不会后悔的 你爱信不信 那是她在未来 对我说的话 做我女朋友吧 那是几年前的深夜 对我的告白 纪伯达 好喜欢你啊 纪伯达这里 柳世成问道 怎么样啊纪伯达 右手被烂掉之后 柳世成停下了锤子 浑身被汗水浸透 精致的发型完全散乱了 她扯开我嘴里的布 四年前柳如烟的调查数据 在哪 告诉我 我被剧痛折磨的一直在颤抖 于是 她删了我的脸两下 纪博士 数据在哪 我看着她癫狂的神情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呀 你害怕如烟 你怕极了 她盯着我 眼睛眯起来 你在嘲讽我 不 我想告诉你 我不是如烟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东西在哪 但我有一个条件 这就对了 纪博士 我本来想娶她 但你把她杀了 现在我想和她埋在一起 你说重不重要 笑什么 纪博士 很好笑吗 原来是那儿啊 你们竟然把她埋在那 我笑着 那人公胡 我还和她划过船 好了 现在告诉我 数据在哪 你刚刚告诉我了呀 我刚刚告诉你 是啊 那份数据 一直都在柳如烟的身体里 他从孙教授的别墅出来之前 吞了优盘 柳石成愣了一瞬间 忽然大喊 所有人去找尸体 来不及了刘总 你们快不过警察 你装了窃听器 不可能 我搜过你的身 不在我身上 我指了指一旁 刚刚包扎好大腿的高垒 在我师兄那儿 就揍他的时候 顺手 实验室的门被猛地撞开 几个警察闯了进来 而周也叼着烟 以狠酷的姿态 最后进了门 柳石成 你完蛋了 警察纷纷举枪 在枪口之下 竟没人敢做一丝反抗 所有人被靠上之后 周也解开了我的绳子 他说看不出来 你是真拼了 赶紧去医院吧 我说你能不能 再借我一只手铐 干嘛 听说手铐揍人 很疼 疼 疼那还得是仰脚锤啊 别打死哦 不然算防卫过档 那天 一共三个警察 帮我按着柳石成 先后打断了他几条肋骨 右手腕和左腿近骨 后来周也不让我继续了 说至少让他能组织拐杖出庭 我知道那是借口 他是怕我哪一刻忍不住 下杀手 凌晨4点3刻 周也接到同行的电话 说如烟的身体 从湖边的绿化袋里 打捞了出来 法医在现场 直接取出了那块U盘 因为是铝合金拳包裹形制 里面的内容几乎完好无损 周也问我 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我说不了 他的尸体我见过一回 不想再看了 他大概也不希望 我见到他那副样子 他于是送我到医院 处理了伤口 又将我送回到住所 路上他问 为什么四年之后 突然得到了线索 我说你不会信 是柳如烟告诉我的 他说我信的 离别时 他等我进了个军礼 我回到家 看见地上仍然散落着 柳如烟的遗物 便忍着周身的酸痛 重新整理 收纳好一切 最后是那部手机 和黄昏是我 刚翻出他的时候一样 2%的电量 没有SEN卡 没有讯号 就好像什么都没变 可其实 什么都变了 我没再为他充电 将他一并放在箱子里 盖上盖子 暴雨停了 袭击已经出现过了 只是 我仍没能救他 手上的伤口发出刺痛 原来是绷带被泪水浸透了 丁 短信的提示音 无论是谁 我现在都不想你 可是 丁 这是那部旧手机的短信提示 他还在接收信息 除了他 还能是谁的信息 柳如烟的信息 2015年7月15日 失眠了 这个时间你肯定睡着了 但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哎算了不说了 怕说了会失望 其实你挺笨的记博打 得了你好好睡吧周末见 发完第二条短信时候 我使劲拍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太羞耻了 我还主动给他个死猪头发短信 说实在的我表现的还不明显吗 他兴计的连续三个周末约我出门 我连续三周都出现 并且每次我都是前一天晚上敷面膜 大清早起来洗头化妆 我不容易啊 结果他就是不表白 厉害吧 就约我就不表白 但是他不表白 我也跟着失眠是什么剧情 我还发这种短信 羞耻 这和直接说我喜欢你有什么区别 等会 那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我喜欢你 打电话呗 现在说呗 可是凌晨五点 他睡了吧 睡就睡 吵醒了说 喂 我去 纪伯达你接电话了 你还没睡 没睡 那正好 纪伯达 我现在要跟你说件事 一件很严重的事 还是我先说吧 柳如烟 我喜欢你 我去 柳如烟 我这人嘴笨 木讷 直男 有时候甚至看不出来你化没化妆 有时候也看不出来你生没生气 我知道我早就应该表的 但一直怕被你拒绝 你好漂亮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我第一眼见你就喜欢你 却到今天 都觉得自己没什么资格被你喜欢 你管这个叫嘴笨 这段话想了很久吗 一直不敢跟你说 现在忍不住了 对啊 太想你了 你才离开我几个小时呀 是啊 才离开你几个小时呀 那一刻我才终于知道 为什么柳如烟总是跟我说 是我先和他表白的 原来和他表白的 是2022年的我 我也终于明白 原来让这部手机穿越的 不是7月14日的雷抱 而是我对他的思念 做我女朋友吧 好 但是纪伯达 你这声音你是不是哭了 啊 没啊 哈哈哈哈 你个大男人表个白还要哭 真没有 不信 爱信不信 那既然谈了恋爱 咱得立个规矩吧 以后打电话 要先叫亲爱的 没问题亲爱的 乖 但是我也有个规矩 你说 如果有一天 你要暗中调查医药行业的话 纪伯达 你怎么知道 如果你碰了大型医药企业的恶性事件 记住 我能提供检测数据 我所属的机构足够权威 我还比那些老教授机灵 最重要的是 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记住我今天说过的话 求你了 亲爱的 我们又聊了很久 最后 他说一醒来就要打给我 彼此说了很多声拜拜 才挂断了电话 原来 我们是这样开始的 这次 我没跟他说我来自未来 没和他说死亡的事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 无论我多用力 多认真的去改变历史 都不能保证 如烟会回来 如果 我真的救不了他 至少 别破坏他那时的幸福吧 莫了 我瘫坐在地上 虽然机会渺茫 可还是忍不住期待 期待眼前的事物 能有一丝变化 就像每一次时间线修改时一样 可是 许久 许久 整个屋子 一片死寂 只等到天边微微泛红 光缓缓洒进屋子 我忽然隐隐听见了 一声啼哭 一声婴儿的啼哭 那不是幻听 因为那啼哭 正随着远处的光 渐进清晰 明亮 老公 我听见如烟在喊 老公你在哪呢 你家子萱又闹了